这台充电机的价值不在于纸面功率 而在于它把稳定、安全、长寿命 做到了同体级的天花板 各位们大家好啊 上期视频我们已经把这颗 苹果40瓦动态充电器的外在功夫看了个透 40瓦稳态、60瓦动态 平均88.8的转换效率 60至110毫伏的纹波 都跑出了苹果一贯的稳定水准 但测试只是表象 真正的玄机藏在这个里面 苹果到底是用怎样的主控芯片和开关架构 实现这个既稳定又能爆发60瓦的动态功率 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 散热温控策略又是怎么布局的 这期拆解面我们就把外壳彻底打开 一颗颗器件一颗颗查 看苹果如何把PD3.2 AVS动态电压调节 玩到精细又可靠 上一期留的疑问 这期在电路里面找答案 苹果的充电器做工一向精细 我们拆的时候小心一点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用它来采集 苹果17 Pro Max的充电曲线 拆的时候我们尽量小心一点 还是用上我这个拆解神器 把它切开 切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用翘棒来翘 终于把这个上面的盖子敲开了 这四周全部都是卡扣 直接卡在这个壳体上面的 我为什么要戴个手套 因为我是把这个充电器外壳全部加热了的 然后手没办法拿太烫了 就戴个手套 连这个Type-C口都是卡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工厂组装的时候 这个模块一旦放下去就拿不出来了 全是倒挂的卡扣 壳体内部是黑色的石墨复合导热贴 充电器底部还有两个触点 连在这个石墨导热贴上面的 充电头底部黑色的硅胶垫子 这个是按照电路的形状来定制的 底部的盖体上面一样的有黑色的石墨导热贴 充电器这上面还有一张定制的硅胶的防护称套 电容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硅胶称套也是按照电容所在的位置的形状单独定制的 这里还有一个格林麦拉片 上面有二维码信息 固在电容上面打了黑色的散热硅胶 这个是一整圈塑料的支架 来把这些元件全部的固定在这个板子周边 这个支架也是专门定制的 我们再来看插座部分 扣下来这一块盖板上面这里有一个刚制的弹簧 插座翻转时的弹力就靠上面这个黄片了 这是新国标的插角 交流垫的触点采用的是指瞳镀裂 这个插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连接在主板上面的 底部的扣件也是指瞳镀裂的 这个插头的组件够精密吧 这个是我从主板上面取下来的Type-C口 它是通过排针的方式连接在这个主板上面 这个Type-C口的做工也是非常的精细 给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的设计 三颗固带电容 两颗高压电解电容叠在一起 主板取下来 这个支架上面所有的元器件全部都粘在一起 这种设计得需要多少的成本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40瓦动态充电器的主板模块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tsf 优优独播剧场—— 말씀�크 拆开外壳的第一眼 就能看出这个苹果是极致工艺 整块PCB采用的是黑油OSP工艺 黑色阻汗配合化学保汗处理 既抗氧化又保障汗接的稳定性 走线干净到挑不出毛病 接口Type-C口精密定制键 配套的元器件固定做 缓震胶垫全部都是定制键 从结构强度到长久的耐震都相当的到位 没有半点套件拼装的廉价感 散热层面上下壳底完整覆盖 符合石墨导热贴 把热量迅速的扑开到整个外壳 为后续的动态功率策略做足准备 这种散热布局成本不低 却让整机在高负载下 依旧能保持结构和温控的双稳定 拆解环节是让大家先看到 苹果在工艺布局散热上的底线和野心 这是一块从一开始 就为高功率长寿命和安全冗余设计的电路平台 接下来的章节 我们会继续往深处揭开它的真正的电源控制 与温控逻辑 进入电源的第一道防线 电池干扰滤波网络 苹果在这里的用料和布局 延续了一贯的安全冗余思路 保险师4E型号1550HB 3.15A 来自2000年成立的 长期专注于安全保险师和过流方案保护的 苏州华的电子 这颗大型保险师是整机过载和短路保护的起点 安规电容 美国基美的X2电容和蓝色的Y电容 美国基美电容1919年成立 是全球知名的高可高电容厂商 X2电容用于跨界灵活线 抑制插木干扰 蓝色外电容一头接地 用于泄放共膜招生 两者协同 确保高频尖锋不反观电网 同时满足国际安规 两级共膜电感 第一级小巧迷离的环形磁性共膜电感 结构紧凑 用于初步衰减高频共膜干扰 第二级则是UU型磁性共膜电感 体积约为第一级的10倍 磁路闭合更好 在高功率运行时可以大幅提升共膜一致的效果 贴片是整流桥 美国美台半导体TT10K10A1000V 这家公司1966年成立 是全球理线的功率半导体厂商 贴片整流桥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是后级DCDC转换的电源入口 高压电解电容一共用了两颗 一颗为日本贵民工KW系列 400V47微法 贵民工1931年成立 以长寿命低主抗电容 闻名于世界 这颗电容是来自台湾封闭电子KY系列 也是400V47微法 封闭1980年成立 专控高频低主抗电解电容 两颗电容并能提供主电源的高压储能和滤波 保证后级变换的稳定输入 私营130贴片电感 进一步压制输入端的长余高频纹波 是最后一道EMI收尾 整体来看 这套EMI电路不仅满足严苛的国际安规 与EMC规范 更通过双级共模加高规格电容加快速熔断的保险丝 为60瓦封驰的动态打下极稳的基础 电流穿过EMI滤波 进入核心的AC-DC电路 台湾封闭电子HF系列 22微法50V 这颗电解电容为主控芯片提供稳定的偏制电流 是控制电路正常启动和维持的能量蓄水池 主控芯片 美国PI半导体的ZN1612F 这颗芯片是苹果的定制信号 与PI的InnoSwitch 4 Pro系列同源 PI半导体1988年成立 总部在美国加州圣河赛 专注高集成电源芯片及功率器件 这颗芯片集成了高压氮化夹开关管 初级控制器 同步整流控制器 和偶持隔离反馈 其优势是高效率 超低待机功耗 并能精准支持PD3.2AVS动态调压 这也是实验40W稳态 60W动态的核心大脑 主变压器 日本盛美达定制 这家公司1956年成立 专注于高频变压器和电感器件 它负责在高频开关下 把交流转成隔离的低压直流 同时保证能量转换效率 与耐纹稳定 刺激输出滤波 日本尼吉康RF8系列固态电容 单颗270V25V 一共用了三颗 日本尼吉康1950年成立 在高可靠性固态电容领域享有盛誉 三颗固态电容总容量810V 同步整流器件 美国安森美3D6L10 安森美1999年创立 前身为摩托罗拉半导体事业部 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是功率半导体的巨头 这颗MOS的规格是100V赖亚 3.6毫欧岛组 132A漏极电流 由主控芯片内部驱动完成同步整流 这套组合 森美达变压器 尼吉康的滤波电容 安森美的整流开关管 高规格的用料 为40W稳态60W峰值的循环 提供了坚实的硬件 输出及温控电路 协议芯片 英菲林旗下赛普拉斯出品 型号为CYPD-C1185B2 英菲林总部位于德国 成立于1999年 前身为西门子半导体事业部 这一颗EJPD-CCG3PA2系列芯片 是USB3.2AVS电核棒协议的控制核心 负责与设备握手输出电压动态调整 并通过iPhone C与主控适时交互 实现100毫伏不进的电压调节与保护 协议芯片旁边一颗运算放大器 4E型号LD6 实际型号TLV9001 来自德州仪器 美国德州仪器1930年成立 在模拟和运算放大器领域全球领先 这颗单运放用于采样电流 电压等微小信号 为协议芯片和主控提供精确的反馈数据 输出VBUS控制 台湾逆阵半导体80N30MOSFET 逆阵半导体1976年成立 专注供逆MOSFET及分离器件 这颗80伏耐压3.8毫导主 80昂漏极电流的开关管 承担输出VBUS的通断与保护机制 苹果在这颗充电器里 布下了三重温空探点 核心热区探点 主控芯片和同步枕流这里 再加上壳体上面的 石墨符合导热贴加金属片 通过这两个双弹簧触点 适时反馈核心功率区的温度 输入级的探点 安规X2电容 上面覆盖这种子铜箔 正面的弹簧触点 紧压其上 用来监控输入侧的 长期高压发热风险 外壳散热的整体监控 上下壳体里面的 符合石墨散热贴 不仅扩散热量 也为外壳整体温度提供适时感知 让主控可以在整机温度 温升过快时 及时降功率 三点联动 相当于在核心功率区 输入端 外壳整体支来一张温度安全网 这一套组合 PI的主控加英飞零的协议芯片 构成双芯数字闭环 再加上三重温控探点 可以让PD3.2ABS动态调压 在安全边界内发挥到极致 如果说前面两张 是带大家看清了每一颗元件的来头 这一张我们就直接点题 为什么苹果这颗40瓦动态充电器 敢标329的价位 它的电路到底值不值 首先看电路优点 堆尿与工艺撑起的高价 先看用料 苏州华德的保险丝 美国基美的安硅电容 日本贵民工与台湾蜂蜜的高压滤波 到日本圣美达定制的变压器 再到美国PI的定制主控 英飞零塞普拉斯的协议芯片 黎吉康的固态滤波 安森美的整流 力震的输出开关管 可以说这是一台全国际一线品牌的豪华选手 PCP采用黑油OSP工艺 走线规整抗氧化墙 上下壳体铺满符合石墨导热贴 加上金属温控片 与多点弹簧探头 构成多重温控闭环 这些并不是花哨的装饰 而是直接 保证它能在60瓦峰值 加长时间40瓦稳态下的安全运行 再配合iPhoneC数字化控制 双芯协作架构 每一分钱都堆在了可靠性和寿命上面 综合这些设计 你会发现这个充电器不是靠规格取胜 而是靠系统稳定性和寿命定价 一方面 国际顶级的元件和定制的结构件 带来的制造成本已经拉高 另一方面 PD3.2 ABS动态调压 是一个完整的软硬件协同体系 需要协议芯片 主控多点温控硬件 长期的研发 这些都是普通百元级PD充电头 无法复制的 视频的最后 就是关于PD3.2 ABS 好多人还是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上的解释 越讲得深奥 你们就是越模糊 很多人私信 让我把它讲得更接地记忆一点 我就再给大家把这个 PD3.2 ABS讲得更接地记忆一点吧 希望小白也可以搞懂这个ABS电荷泵技术 传统的PD快充 就像自来水公司 只给你几伏档位的水压 5伏 9伏 15伏 20伏 设备需要17伏 也只能应接20伏 再靠设备内部 把多余的电压消耗成热量 效率不高 PBS 就像一只 无级变速的水龙头 可以20毫伏一部 随需调压 想要多少电压 它都能跟上 但是 需要频繁的协商 控制逻辑更加复杂 也更挑设备端的配合 而PD3.2 ABS 则是一只更稳的 带刻度的水龙头 在9-20伏区间 每100毫伏一档 平滑调节 它比传统的固定档 更省电 更温控 又避免了PBS那样 高频微调 带来的复杂度 和潜在的不稳定 苹果选择PD3.2的ABS电荷泵 就是在精细调节 与长期稳定之间 找到的最佳平衡 也真是这套架构 让它在40瓦稳态 与60瓦动态冲击 得以安全实现 一句话总结 329元的定价 不只是苹果牌的溢价 而是国际一线元器件 双芯闭环 石墨加金属多点温控 和PD3.2ABS动态调压 这整套体系的真实成本 这台充电机的价值 不在于纸面功率 而在于它把稳定 安全 长寿命 做到了同体级的天花板 测试为了了解 猜是为了真相 认真测拆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斋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火车